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将于今年6月10日至11日 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举行 会晤期间还将举行金砖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外长对话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将同其他金砖国家外长和对话会受邀嘉宾国外长 就金砖合作、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做好准备 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 始终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去年金砖实现历史性扩原 缔造了金砖机制发展的里程碑 此次是扩原后首次举行外长会晤 中方愿同金砖伙伴一道 巩固金砖战略伙伴关系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促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和联合自强 推动大金砖合作 实现良好开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